我们来介绍的是旋转体体积的算法 首先的话呢 我们先介绍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叫做圆盘法 那么我们用例子来解释好了 这个题目是说 假设有一个图形是 y等于x平方 还有一个y等于4 还有x等于0 在第一项线所围出来的区域的话呢 绕y轴旋转的体积 题目看起来很长 但是我们的话呢 把图画出来以后 各位同学就会比较容易了解 来我们来看看这个图 这个图的话呢 y等于x的平方 这个是这个区线 y等于4是上面这个 还有一个是x等于0 是y轴 这三条线所围出来的区域 就是我们中间的这块区域 在第一项线所围出来的区域 然后绕y轴旋转 y轴是这边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 要有立体感 来想想看 这样子的旋转 来我们让它旋转看看 给各位同学看一下 这样绕出来的结果 它将会造成的是一个 抛物线锅 那么我们把它的旋转之后 会是什么形状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形状就是这样子 它是一个抛物线锅 那我们这个地方 要用圆盘法的意思 就是说 假设我们切的时候 是水平的这样切 是不是各位同学想想看 每一个薄片 从上面看过去 它都是一个圆形 是一个圆盘 那么我们的话呢 要怎么去解这个题目 要去这样做法的话呢 我们来看看下面的步骤 来我们看看 现在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的标示写出来 这是Y等于X的二次方 这是Y等于4 这是X等于0 好 现在的话呢 绕Y轴旋转出来的话呢 我们要如何去思考一下 圆盘的算法 各位同学的话呢 圆盘的话呢 它的体积 现在我们考虑的是体积咯 体积的话呢 就是面积乘上它的 高度 就是体积 来我们来看看面积 各位同学来想想看 我们切割的时候 刚刚的话呢 是圆盘的话呢 是横的切 现在的话呢 这个薄片 我们的这个宽度 叫它低 各位同学的话呢 要会判断 因为这个地方是Y 所以我们这边是低 Y 那么这个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半径 各位同学看一看啊 半径 我们切割的话呢 不论是在上面 还是下面 无论如何的话呢 它的半径的话呢 都是这一段 这一段是什么呢 是X 是哪一个X呢 是符合Y等于X平方的这个X 好那我们的话呢 把它的参数列出来 我们的做法一样 跟面积的做法 非常的类似 我们现在的话呢 把它参数 画出来是半径 是什么呢 是X 注意的是 我们由左到右 我们称为X 由下到上 称为Y 那这个地方半径是X 再过来的话呢 我们的厚度 是 D Y 这个图形的话呢 我们大概画一下 是这样子的 这边的话呢 这边的话呢 都是X 我们呢 让它旋转之后 这个厚度是D Y 好 那么我们的算法就是 由底下 一直慢慢的堆叠 叠到上面去 那这个坐标的话呢 我们顺便写出来 怎么写呢 Y是4 所以我们这边 直接写4 那么X是几呢 X是2 好 我们开始来计算咯 计算的话呢 体积 各位同学的话呢 体积 的微分 DV 各位同学的话呢 V是代表的是Volume Volume的话呢 是我们很习惯 容积体积 我们是用V 一片的体积是什么呢 是 圆的面积 乘上它的厚度 圆的面积叫做π 半径 πR平方 所以是πX的平方 乘上它的厚度 厚度是 DY 好 现在的话呢 做到这边 我们还要再做一些整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两个一定要一致 这边是Y 这边的话也要改一下 这个X平方刚刚好就是Y 所以我们就继续写下去 等于πY DY 好 我们一片的体积已经算出来了 那么全部的体积呢 我们要做一个积分的动作 现在问题是 我们积分的范围是哪里积到哪里呢 我们怎么看呢 我们看这个变数 这个变数是Y Y的意思是代表的是 由下到上 请问 我们的话呢 由底下到上面 我们是从哪里积到哪里呢 0 积到4 所以这边要填的是 0到4 然后这边的话呢 照写 πY DY π是一个数字 数字我们在积分的之中 我们可以不要理它 我们照抄 Y呢 变成二分之一 Y平方 然后我们的范围是0到4 好 我们可以准备写答案了 答案是多少呢 4带进去是16 除以2 是8 所以的话呢 是8π 我们利用的这个方法 叫做圆盘法 我们的话呢 算出来了这个 抛物线锅 它的容积是8π 这个方法的话呢 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那么后面的话呢 还有另外一种方法 叫做剥壳法 我们一样也可以做到这个答案 公干 是9π 剩3 就是9I 1 最是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